不是 然後我去看PIMENT PIMENT他有一些argument 告訴我們為什麼P要選這個動量 不是選動力學會動量 好,那我們現在來談 首先A這個東西 我們知道這個max2 equation 那我們現在就在很大位置 算了,用s3字好了 那我們用s3字的話 這一個會等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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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沒有其他 這個會變成 負BT 負B1891 好,現在我們在進電學 沒有那個喔 現在我們在進電學的時候 我們可以定義這個東西 是 所以 這個連力的話 這樣 好 那 這個是在進電學的時候 你可以把所有的一 都變成這個 可是呢 你現在把這個 帶到這個呢 就麻煩了 因為 另外一個 這個原來也是0 所以 所以 怎麼辦 所以要 correction 就是 所以你要補一些東西 對,要補一個東西 對,要補一個東西 不是,那個叫Vector Potential 好,那你現在就 那你怎麼辦 那你現在就補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把 我們就要看一下補什麼東西 先看一下 我跟你講 你說 抗 抗 你那寫什麼才對 這個會等於是幹嘛 沒有,我說你那個 下面那一行 這是什麼 對 對 我先放 這樣 看不太懂 應該是這樣 對啦 這樣才對 好 那 這個會等於也是保守 好 那 通常就是補一個那個 嗯 又補在哪裡 補在這裡 補在翻在後面 好,那我們來看 講3e等 這一個 再加上 加上某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跟這個correction 之後又變成-bt 所以 那最好這邊就把它定為-a 在兩邊下方都有提 然後這邊有負號 你不要負號有提 但是整個都會反過來 那所以現在 我們就可以知道時候 嗯 好啊 這是我們電磁學裡面選過的 然後呢 電磁學是這樣追的 身背是可能沒有出來的 就湊吧 然後這個a是dependent on x 那 可是他也要跟那個 我們隨便會選 那我們電磁學裡面又有選那個 不是energy 電磁張亮 可是現在還不會用到 好,現在呢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 這個補件好了 那這個e就變成什麼 e就變成負外體嗎 嗯 應該沒錯 我總覺得怪怪 總覺得這個是 這樣 因為你感覺那個 感覺那個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好 Pascial -at 為什麼不是正 好奇怪喔 因為這樣才比較好看 你這邊正的話 這個就會多一個負號 好像很臭 那 應該對 應該對 不然你查一下 好 你查一下vector 好,那我們現在 來看庫倫力 不是庫倫力 首先那個 任何一個電磁 電磁它照的例子 在那個 在一個電磁場 照數照的例子 就是就等於 轉黑 然後它有點Q 然後 這個 然後QV大D 這樣子可以嗎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是代音器 所以 就可以 這個potential V V等於QA 東西啊 V等於QA 對 對 也許你應該查 Magnetic Magnetic B等QA 對,也許對 這個嘛 然後E就是這個 對 好,那 現在就給它寫這樣 那為了方便寫 我們全部都移到整支的準確 所以整個四支就變成 好 然後呢 你可能會下一次的 就講說 這個 你用下壓橫的式爆開 可是 好像沒什麼用 我意思是說 好像沒有比較快 所以 等一下你就直接爆開就好 所以我們就爆開 好,那現在 左邊不重要 所以 快點 那這邊要怎麼做 這邊我們就 只看第一個分量就好 好 我們只看 只看這邊的 那三個分量就是0 所以這邊就變成 嗯 減掉 QE1 再加上這個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 C2 反正你如果三個都對稱 所以一直看一個 呃 對 對 你那個 你要壓橫的時候只要看一個 好 那 現在 現在 這個用防滑 好 這個就是 好像 好像不一樣 反正 這個就是我們的 那你現在這個 還不夠好 你還要再展開 所以實際上這邊會有四個項 那我們就把這邊再展開 那它就變成 然後 這一條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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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成 V2 然後這是第三個那樣子 是V2 然後 V3 然後 這邊又是什麼 這個是3E1嗎 所以這邊會有四個項 那我們就已經把全部的 一塊小木線寫出來 好 那 現在我們要拆一打關卷的形式 最簡單的打關卷 是T-V 可是呢 你T-V的話 你沒有辦法得到 得到跟A有關 所以我們還要再拆一個 拆的話呢 我們拆它是 奧生基 MV 然後呢 再兩位 幾點V 這是真的 這是動能 這是純為主的量 那我們現在考慮的 帕利口是那個 對 現在考慮是什麼 半古典的帕利口 其實說是半古典 或者說是 不考慮電磁場本身的 能量的變化 所以說 也就是說 不管那個 電子 就是說 你電子本身的電荷 所造成的電廠 應該說 E來自於那個Q本身的電廠 遠小於那個 你的外加電廠 那如果你要把電廠 外加電廠 就是外部的那個廠的能量 也算是確實的 那你就不得不 考慮古典常熱 古典常熱 古典常熱到時候 你會出現電磁場 這樣 所以 所以 就比較麻煩 那我們就 考慮 你那個電荷 基本上 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 那個外部的電廠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 當成一個 完全只是跟 它只根據自己的心情 那它只有它會影響 所以說 即使到量子力學裡面 也是用這種方法去精神 就是說你在處理大部分的量子 量子力學裡面 都是加很長的磁場 加很長的磁場 然後才會有那個 譬如說 Landa Level Landa Level就是你那個磁場 然後你電子射進去 它會轉圈 那它那個能級 它那個圈不會是連續的 會是 根據它的能量 會是分力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假設 它那個電子門身的轉圈 不會影響你外部的那個電廠 那如果 你要用量子的 而且還要考慮那個電 它本身 它外廠互相作用 外部的光子 跟內部的那個電子 轉來轉去 那個你就 沒辦法 你只能用QED QED 這個 殺肌煙又扭打 你一般的那個 一般的問題 就不要用QED 算也會算死 好 那 那 他還在講G2 另外我們G2 Vector 那個QED算出來 跟那個實驗 有三個Sigma 的 差距 對 可是 三個Sigma還算可以 還算可以 哦 就是 也不算 完全錯 對 不算 可能你要做 如果你真的做了一個 五個Sigma 就完蛋 那可能理論就出問題 你說三個Sigma還可以 還算可以 那 通常是四個Sigma 裡面都OK 對 差個Sigma就差別 好 那現在你要再補一個項 就是 差別 差別 你要再補一個項 可是你不知道那個 最簡單的一個項就是 像 輸入詞類的東西 那你不知道這ABA是什麼 那你可以繼續弄下去 譬如說 這ABA是一個 A古典廠 任何一個古典廠 不一定要在A 那 所以說我們也不確定說 這個東西真的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我們只是拆而已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拆下去 譬如說 A 然後 或者 之類的 ABA3 然後 A3,4 然後 A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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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這邊有 B平方的話 它就自動跟這個合在一起 可是這個按本就不會隨便位置變化 這個位置變化 好 那我們就 先拆在最頂端 好 那我們把這整個做變分 整個做變分的話呢 要滿足 OA3,4 所以它要滿足的就是 然後 然後 那個 OK 好 那 我們要確保它跟這個是 那個這幅道是一樣的 所以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這個對它的 那個天然說 然後再對提 然後這是正 這是正 所以 都在同一邊 所以我們當初有比對的時候 這個掛定 你可以加全部發負號來 這樣就會差有負號 那就沒有 那就不好比對 好 那現在我們就這樣 那所以說這個和這個 就跟古典的一模一樣 所以 古典的一模一樣的話 我們其實沒有必要 就是 沒有必要去 沒有必要太在乎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 稍微的寫下 所以古典就在這裡 這一個 然後這是- 然後這是x 那這兩次是這樣 這是 對前兩項去做變分 好 那現在後面呢 後面的是什麼呢 後面就只有這個 這個最麻煩 所以它其實是 A1 V1 加A2 V2 加A3 V3 那現在你只對x去做 去做變分 你要先做這個 先做x. x.是誰 你嗎 所以說它只會掉A一下 因為A完全只跟位置有關 所以它不會有xData的數在這邊 等一下我想一下 位置跟時間有關 只跟這兩條有關 那它不會 不會跟你那個 那 對 那你說A一直會跟x跟t 不會跟速度有關 這個應該 應該說 你現在x是從 position of the particle 所以說你現在 particle在移動的時候 它 本身的x 然後它就跑到 x加dx 那 這邊它就會讀取 那個A 然後這邊就是A of x 就是A of x加dx 可是你現在x本身是 所以說你到時候做全微分的時候 會掉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說 根據particle 位置所做的全導數 會等於 可是這樣會掉一個xDOT出來 對不對 對啊 會掉xDOT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會得到 然後 V1 particle A 加 V2 particle 2 A 加 V3 然後 還要再加上 M A本身也會跟T有關 就是 它自己變化 A會跟位置有關 也會跟 那個粒子本身的 讀取到的位置 但是那個 那個鏟自己也會動 也會震盪啊之類的 然後 這是 這是那個鏟在那個時間 所得到的 嗯嗯 所以 還要再加一個像 就是 八熊0 八熊0 看一下 我想一下 在寫啥呢 這個是做全導數 好 反正就有點像 做大 這個是 X1 好 好 我懂了 先對第一個 然後再去做時間 那這邊 會跑出時間 那時間和時間消掉 所以 你最後就知道 所以這個是 DATT 嗯 那這個就留著 對 先對 F 然後 對啊 欸 就跟流體力學裡面 這樣 噢 對啦 裡面寫那個 然後呢 那個 好 那 這邊就可以擦掉 好 那注意哦 你現在這個X 是 這個V是位 等一下 先等我一下 我先確定我們這樣走 那 V是那個例子的 真的是 先等我一下 是啊 等我一下 你為什麼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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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那一項 左邊那一項為什麼 是partial e partial e 是 這個會等於 這個嗎 然後 點掉這個嗎 那 這個 這兩個家我丟到這個裡面 被這個家有作用之後 就變成這個 好 我先看一下 以partial x partial x dot 對那個 對第一項 第一項 第一項是二分之一mv平方 是不是 嗯 就是 二分之一mxdot 對 公尺 平方 沒有什麼 這好醜 還好 寫超醜 可以嗎 x dot 0 然後y dot 就是 v dot 就是vector的 自我內集 然後 就變成 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 跟什麼一樣 這東西 可是 問題來了 這一個東西 它那個 1萬是什麼 1萬其實是 因為這兩個一起用到 所以我們就 超強 首先 1萬根據我們剛才的事情 它是等於什麼 8911 負的 然後還要再補上那個 因為1等於 1等於 1等於這一個 然後 剪掉這一個 所以 你幫我查一下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我剛不查過嗎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等一下 剛查過嗎 對啊 富貴點 5 欸你少了 也有pasio欸 pasio A pasio T 減pasio A pasio T 對對對 沒錯 等一下 那等一下前面 前面到底怎麼了 沒有這個是對的啊 前面發生什麼事了 沒有啊 我剛才是 這樣嗎 然後 然後 所以這個東西就得 好 好 有影響有影響 對這個 所以就補一下 好 然後拿 這個 這個要留著 因為我們現在要塗一下 所以這個東西會有兩個東西 會是 一個是這個 另外一個是這個 那接著呢我們來看這裡 那這裡的話呢 一樣我們把 畫 畫 我需要其他顏色 剛才你給我一個筆 剛給你一盒啊 各樣的顏色 這拿出了嗎 這盒子 這盒子 這盒子有用 我可以裝更多 你要去投啊 你要去投彩色 我覺得那個數學器也蠻好 蠻好用 那現在 現在那個 現在我們來 帶入這個 把白色框剛插起來 帶入這個 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會有兩項 這是1 這時候 好 那我們現在來算1 然後再來算2 然後再來算2 1的話是什麼樣 1的話是先對x大使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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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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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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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al A2 V2 對 Facial A1 然後 我們只對 我們只對 三個都要 所以Facial A2 然後V2 Facial A3 這樣我們就可以組一下左邊跟右邊去做比對 現在已經做完了 然後因為這是符號 再加一個符號 好 那這個是2 1就等於這個 好 現在我們會注意到有一項可以消掉 應該是哪一項呢 這一個 這一個可以消掉 這是正 OK 所以說這邊會有幾項 一項 沒有 一堆都可以消 沒有 不能消 就四項 再加上一個跟1有關的東西 那是Facial 2 Facial 3 然後這是Facial 1 對阿 這是A2 然後這是A1 都不能消 我們就再解写一下 這是Facial 這是Facial A2 Facial X1 這是Facial 這邊有四個加護 那我們跟左邊比對一下 左邊呢 這邊也會有四個加護 212 然後 212 212 2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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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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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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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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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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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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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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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9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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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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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6 6 9 9 9 然後我們發現,除了這個系數以外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很容易快轉這樣,系的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呢,你要這麼久啊,Hemitonia 你要對它做,你要先求是正責動量 正責動量是什麼?應該說正責動量PE 這個是正責動量,我們發現是PCE PCE就是這一個,它就會等於什麼? 沒有啊?沒有啊? 剩這個 所以,然後你PC也會等於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PE會等於 好,可以好 1 1等於2 好,所以寫了正責動量 正責動量,這是普通動量 好,那你現在就把這個做了 Ajumitonia 就可以得到Hemitonia Ajumitonia 它就會等於 這個移過去嘛 其實我太懂了,為什麼要突然做到全責動? 所以說,所有人的觀捲都可以一對一等去得到一個Hemitonia 它就是利用Logelan水什麼危險 Logelan水什麼危險是什麼? 最簡單的,惡例是什麼? 就是義偉的例子,它在保守的例子下的作用 你要把它改成Hemitonia的動作 Hemitonia首先你先求出正責動量 正責動量 正責動量 這個就沒了 然後你現在要把它帶回去 就是把有X.的東西弄掉 有X.的東西就變成了 所以現在變成什麼? 原本L是誰的函數 X.的被X.的函數 現在你要把正責動量帶回去 它就變成 2M分之P平方 這是正責動量 一樣幾乎比X 所以它是Z.的函數 它是P跟X的函數 好,那現在呢 要怎麼得到Hemitonia 很簡單 先把它乘負號 那它就變成 負P平方 除以2M分之P 除以2M分之P 加1M分之P 可是這邊它是正 你為了要變成Hemitonia是 兩個相加,可是你這邊是負號 所以你要加一個負號 Hemitonia是動能,加2M分之P 在保守力的只有粒子 在僅有受到一個保守力的 沒有那種情形 就有負擔在這個樣子 那你現在VX長這樣 這邊是負號 所以你現在要把正負號 先交一個負號 可是你看這邊要2M分之P 這邊是變成Hemitonia 所以你要加2M分之P 所以要加2M分之P 所以要加2M分之P 2M分之P 對,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M分之P 這個是你的正責動量 再乘以什麼? 再乘以那個速度 那它就會等於 這個我好像知道 這個 可是這個在那個 注意喔,這個時候 X大成已經是P跟X的含數了 因為你已經把這個弄出來了 所以一切都變成P跟X的含數 這樣可以嗎? 那為什麼X大成還可以當成一個變數? 沒有,這是你一開始做的 一開始做的把它定義為P 喔 這是一開始的 等一下,我再問一下 我再問一下 那這個物理上 就是做打軍 打軍在選什麼 會選的物理意義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不太懂 我會在古典運學 可能下下次 下下次 好啦,那修修修 欸,你不能運學可以改成那個寫黑板嗎? 這樣比較好看 真的嗎?還好嗎? 黑板比較好看 五哥比較想看 可是 你寫黑板然後用這個 用這個開Google Meet的 鏡頭給他們看 不行,因為畫質太差了 除非我要用Youtube直播 Youtube直播 還是我弄一個鏡頭給你 你弄一個鏡頭 我弄一個那個 我覺得我白板也覺得很好看 怎樣 白板 我有點太難看了啦 別人 啊 你下次再說 不然我會不太想傷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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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一個很痛 可是我白板 你寫的跟黑板差不多快 沒有 很醜 然後呢 你看嘛 你現在 你 任何以後還沒通 臉都會用一樣的 procedure 去得到 所以 你現在已經有軟 沒有clotic 而且你如果寫黑板 我就可以在現場聽 方便多了 可以吧 現在只能用直播 用Youtube直播 其實直播真的很麻煩 我覺得 會畫質很差 會有點卡卡 你覺得用那個 Google Meet 開鏡頭嗎 就不行 畫質很差 那換一個鏡頭 一個鏡頭 沒關係 但是我有辦法 就是 首先你讓Google Meet去錄你的螢幕 然後我再開我的相機 然後它就會錄 在那個相機 好 這樣畫質會很好 這樣畫質會很好 可是 不知道我CPU 衝不衝得出這樣 好那 哈哈 那現在 那現在 太小了 現在我們拿到PC了 拿PC之後 我們要把它弄成Hermitone的形式 那Hermitone的形式是怎麼呢 應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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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一樣 加那個 加那個 然後 那個位呢 就是Q 所以你還沒透過 所以 XS跟XT 然後 A也是跟 這個就是你在量子一選 那你把它做正常量子 注意喔 這個A 你還是把它當成 古典場 所以你沒有把A做正常量子的話 你如果把QA做正常量子的話 就得到 QE 所以 只有這個G做 只有這個變成 OK 這個是 會字 就是古典場 就跟你平常 平常的那個 XHAT 作用在 5OF 就得到 XHAT 所以 A作用在 A的第二項分量 作用在 5OF X身上 也會等於 A的第二項分量 5OF 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個 A三大數 這樣就好 OK 好 就跟這兩個例文一樣 只是 你可以把這個寫成 X的密集數 那現在呢 它就會等於 這個 密集數英文是什麼 POWER SERIES 喔 所以A可以用X展開 理論上 應該說Simbolivary Simbolivary 你要等下 收斂可行 但是我們 我們只是為了 異於理解 即使你不能 幽密集數檔 也沒差 反正 定義上面就是這個樣子 反正 A不是 量子化 A是 不是量子化 A是 一個類似於普通的 位能的那種 就譬如說 它是 那個 2分之1 Omega 我可以隨便寫一個 2分之1 Omega X平方 類似這樣子 對 可是你的 那個音次要對 好 那現在 它是一個 potential的感覺 它是一個potential 它有三個分量 好奇怪 好啦 隨便 反正你說把 A已經可以做 對 這個A是 可是它是 下量 那如果做這個 波反數是 反數 X反Z 然後你 A本身 G是下量 它會變成 A1 作用 A1 X4 然後Phi XY 然後再E1 然後再接E2 A2 Phi 然後再加E3 A3 注意Phi本身都存量 可是 A本身作用到Phi身上 會變成一個下量 然後你就把下量 跟自己做內積 PC也是一樣 PC它作用在 做Phi身上 也會變成一個下量 那你再把下量跟自己做內積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oplet的意思 好 那 欸欸欸 我是錯了 應該是先做內積 就是這個oplet的作用在它是三兩次 但是第二次的時候是代表它的內積 所以 那個 它後面都是一樣的 這個要展開的話就會很錯 所以就不懂 可能 可能 有時候 很多時候你不會用到的 那 你通常取一個gage才能解除A 那不同的gage 會不同的A 但是無論你取哪個gage 不理上可以觀察到的東西 都應該不變 哪些東西不變 欸 我就不懂 為什麼要取gage 取gage 代表你的理論有容餘的自由度 那你可以調那個自由度 那 會造成某些東西不變 那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呢 第一個 假裝你有一個 你有一個 你有一個vector field 它 它可以寫成V1 V2 然後我們 這個是 dependent 然後呢 你現在考慮一下這個量 這個量我隨便取了 V1 V2 注意到你把V1變成-V1 V2變成-V2 V2 這個東西 我們再來是F F它會不變 所以F 可以找到F 所以 假裝F是可觀測量 那你再做了這樣的改變 它就不會 不會影響到可觀測量 所以 V1 不是一個 是理論內部的自由面 內部的面數 它 它會有一定的容易度 就是你可以把它做一些變化 然後 F不變 你可以把A做成 做一些gagging transformation 變成A prime 那這個時候你 E和B都不會變 不然你的理論角有問題 嗯 好 那 這個可以用結合的去想 但是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 你那個 E和B 其實就是那個 其實是A的尾分 那A的尾分 如果你把那個 把那個 那個 空間上黏上一個 黏上一些東西 變成一個更大的空間 就是 黏上一些鏟 變成一個更大的空間 那你這個鏟 它身上的 Crystal或Symbol的部分 會是區率 那個區率 其實就是 因為你知道區率是空間的內在性質 它不會依賴你 依賴你 依賴你那個 某些東西的改變 嗯 空間 比如說怎麼樣 你在一個空間上怎麼去決定一個區率 你就畫一個圓 你看它會偏離普通的3.14多少 你就知道那個空間有多安全 譬如說 這個球的上面 在上面的螞蟻 螞蟻 它覺得 它覺得 它覺得那個 從這個點出發到這個圓的那個線是半徑 那可是呢 我們外面的人看起來 它覺得是 從那個 切面的那個中心的那個地方是半徑 那我們那個就覺得圓周率是3.14 可是它會覺得圓周率小於3.14 為什麼 因為它的周長跟我們是一樣的 可是它的半徑比我們長 所以 它會覺得圓周率小於3.14 所以即使它不跑到外面去 它也知道說 它們空間是有完全的 可是如果它 它們都躲在這個小小的蛋丸之地 然後它們就 測量不出來那個 測量不出來這個小小的 因為那個圓周率變化都很小 但是它一旦到了大尺度的時候 那個空間的完全性就顯出來了 所以說 我不講 那講下去 那講下去要講幾多東西 不可能在這邊講 或者是把這個東西倒給你們 好就這樣吧 好那我們來講這責任 那個二次責任的話